歡迎回到《月材經》台直播時間 來到問答環節,大家爭取時間,打電話來問問題 今年的嘉賓,今年的嘉賓,就是我身旁 妖才子犬的市務總監,郭師志先生,郭Sir家 郭Sir,你好 好,郭Sir,不如看看嘉賓觀眾的電話 我看看陳小姐方面有什麼問題問郭Sir 陳小姐,你好 你好,早安,郭Sir 早安,你好 我買了1068,六個多買的,現在怎算 好,見到1068,就是潤食品 見到現價來説,做5.6都要跌,超過1% 嘉賓觀眾較高的位置買了,應該怎麼辦 真是有點頭痛痛的,因為今天股價受到大市下跌 所影響,已經是技術上跌穿了一個月的低位 我不知道你是買得多不多 因為事實上來說,早前由4個多,一路抽升到接近7元 早不買,前不買,剛剛摸著高桌來買,現在當然辛苦 暫時就,我想如果拿得少的話,騰騰騰騰 因為始終是豬肉的製成品 其實內地市場的需求還是很大 應該屬於內稅的板塊 況且幾年前由20多元下來已經跌了很多 現在這一分鐘,就要看5.6的支持是怎樣 如果一旦5.6失守,可能還有3.2元反覆也不定 因為這純粹是技術上的走勢 最壞的那一刻,我就認為已經是過了 如果你是拿得少,不是太多 暫時就先忍忍,最多是五家自住 如果你是早前來說,一路買下來 就沒有做一點風險管理 現在這一分鐘,可能跌深了 就有一點不捨得,這是我兩解的 不過當然,市場如果完成短期的調整之後 在流動性資金充裕之下 始終還是等機會再走上去 可以等的,暫時先等等 不過當然,由於技術上的表現比較差 就不要隔著,暫時先忍忍 行不行啊?陳小姐 還有一隻五十五,也是九號一買的 那現在怎樣呢?這隻股 九號一買,現在來講九號 相差都不是很大 我見到就是升私地產 可以說落房屋的學股 先問方郭Sir,其實怎樣看這隻股份呢? 嘉寧的觀眾,在差不多位置買了 其實接下來應該怎樣部署 輸贏的反覆不是那麼大 因為來到現在,今天跌幾百點 他仍是站在九回支坐的水平 有一點點都不肯落的感覺 很可能稍為整會之後 他仍然會有進一步向上行的機會 不過我順帶一提,如果九號一至米 風險管理真的要做足 現在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第一站當然是現價 其實一旦退守,白胡子的防守性很重要 第一隻腳,第二隻,第三隻 如果這一站再下去,有一點震穿白胡子 情況就真的不太好 但是暫時來說,都是咬住九回支坐的水平 況且跌幾百點,他都沒有怎麼跌到 可能勢頭也有機會進一步向上行 都不頂 暫時的目標或短期的上網 應該是九號八到一元坐的水平 握得少的話,就先等等 做一些風險管理 萬一不對版,八號子就是一個指示位 上面有一毛錢的上網 下面如果不對版輸一毛錢給他 這個風險管理要做足就可以了 沒問題的 八號子是指示位,陳小姐 多謝兩位 多謝你的電話 然後轉聽聽就是鄧小姐的電話 鄧小姐你好 你好,早安 你好 我想了解一下2698和保理協議 想看看大使 為什麼今天無端端跌到 一開始跌四百多點 是什麼原因 OK 你想問2698還是2689 2689 九龍子業是嗎 是的 我看到你現在做6.67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鄧小姐 有的,兩隻都有 是,好啊 九龍子業就是剛剛沉人 6.7號幾買的 6.73買的 是,看到跌了一點點 是吧 有點擔心的 6.7號幾買現在跌到了 就是6.67 跟隨大使有一點點跌勢 其實這次來講 之前有一個抽星的 郭Sir,這些子業股來講 你本來看不看得好這個版塊 其實 中性一點 特別看好又不是的 因為始終我看好的版塊 暫時來講都是內銀、內房、內險和水泥 但是經濟回暖 有些做紙業應該是受惠 我不管包裝紙、封箱紙 或者是一些禮品紙 都是需求放大 近期來講 九指的股價已經有少少是溫性 不過初步去到七個多元錢 暫時來講的確有壓力 我想要等到一季度的業績公佈出來 證實了集團的業務 已經走出在圍那一刻 機構性投資者的入市信心才會重現 6.7號幾買商到現在6.6號幾 輸贏其實不是那麼大 比較尷尬的地方 現在估價剛剛好在十天線 正在阻礙水平 有少少震震震震 再加上50天線 再做一些風險管理 純粹是一個短線炒作 你的止蝕位我就提供給你 就是6.4銀錢 這是早前一個技術上的低位 跌穿了就不好了 即是屬於一浪 低於一浪當然不好了 我希望能夠斷在50天線 慢慢走上去 初步的阻力大概是7.1號半到7.2 上面大概有3.2號的上網空間 下面來說如果不對版 6.4願不願止止蝕 你就自己決定了 如果跌穿6.4 情況就真的不太好 好嗎 好 這隻問完了 鄧小姐是不是30000保理協鑫也有貨 是啊 什麼價位買呢 保理協鑫也挺高的 勾斬危機之前買 後期又補了初 好 我看到現在正在做2.09元 還跌超過2% 太陽能股這隻保理協鑫 你又怎樣看 有政策扶持 早前來說在大成交之下 曾經一度抽到上去2.30元 這兩天有少少高台整固 嚴格來說 屬於大將小回的格局 暫時來說 我想最重要是2.06元 這個一個星期的低位 如果不跌穿的話 問題是有 不過也不大 屬於高台整固 你升了那麼多當然要消化 股份怎可能只升不跌 但如果跌穿2.06元 或者跌穿2元 情況就不太好 因為這裏可能會有止蝕的股額 到時股價回調的幅度 會留為深一點 既然你是很早前 海嘯之前買的話 不提也罷 暫時來說就不要理它 最低到一個多元錢 你也是這樣捱過了 況且一些生能源相關的業務 仍然還有政策扶持 我傾向於比較忠誠一點 暫時來說 很可能因為最壞那一刻已經捱過了 只不過你要真的復甦 要真的有一個正常的增長 讓我們看到 都要稍微等等 如果可以的話 暫時就不要理會 說真話 金融海嘯之前的高位肯定是比較貴 去到最壞那一刻你都捱過了 現在為何不等一等 不過當然知道 如果你投放的資金 差不多是自己全部的資金 我想做好一點風險管理比較好些 人家很有趣 如果你買到沒有資金在手 不要說市跌 市不動 你都怕市快下跌 你一定會輸心理 剛才你問到為何市金會無情情 以前一開低就開低200多點 然後再跌到差不多400多點 不是無情情 第一歐美股市都齊齊出現大幅度的回調 尤其是美股 加上廣股已經升了很多 但你有沒有想過 1月15日到昨天為止 指數雖然不斷地向上升 但股市從來沒有試過連升兩天 即是市已經有點累了 有些技術上的消化和整固 對後市更加有利 相對升了5888點的中期升浪 現在由高台下跌多少 幾百點而已 老實說如果一個中期調整 絕對不會跌幾百點那麼少 不過現在不是一個中期調整 因為五十天線還在二萬二千八百多 它只是一個高台的反覆 不過技術上今天低開 跌穿十天和二十天線 的確令整個續沉頂形態 已經轉移為反覆帶遠的形態 我總是覺得如果有機會 進一步向下走 甚至回補12月底到1月初的上升離口 就更加好 看看能不能續到這樣 好 謝謝郭Sir 謝謝各位家庭觀眾的電話查詢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郭Sir坐陣 和大家回顧上週大肆的走勢 和A股方面的表現 再談談個別的異動股份 稍後再談過 好 謝謝大家 走吧 谢谢大家